台中有一間酒店 你只要用五百多元 就可以享用晚餐、自助餐、吃到飽 新鮮海鮮 各種熟食饗宴 酒店點心 甚至還有台灣啤酒 這樣酒店不要緊嗎? 大家好,我是偷刀 我們現在來到台中這裡 然後我們身後這家酒店是照品酒店 最近我買到他們所發行的餐券 一張只要五百六十五元 就可以吃他的自助百會的晚餐 只不過我很好奇這個價位 它到底能有什麼樣的表現呢? 對不對? 那等一下我們就一起進去吃吃看吧 GO!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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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你就可以開始用上去 好的,謝謝你 這桌墊好可愛喔 OK啦各位,我們現在已經就座了啦 只是我們今天是在他開門的時候就進來了 但沒有想到說我們是第一個 也是目前的全場唯一啊 如果平常你有在吃吃到Buffet以後 我們通常不都是在開門前 他就會開始有排隊 然後很多人在期待入場衝第一 因為剛開場的菜色是最豐富 最完整的模樣啊 只不過我們今天竟然可以第一個進來 然後慢慢的體驗這個環境 那等一下我們就去拿點東西來吃吧 那麼既然可以吃到 那麼既然它的動物 真的嗎 真的嗎 可以嗎 你知道嗎 真的是 這兩個人 非常難 uso 這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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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們要先把我們的生魚片好朋友 哇沙比醬油給準備好吧 它是我們熟悉的釣香場芥末耶 釣魚生魚片吃起來啊 怎麼感覺它這個比較適合拿去做等一下它那個熱魚湯 各位我是覺得說它這個魚肉肉質是口感綿密軟嫩的 只不過它今天現場只有提供這三種魚片 如果是你的話你覺得它這個算OK嗎 來吧我們這個蘿蔔是洗洗嘴巴 各位它這個魚肉就比較有口感的感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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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蝦子的大小有大有小 而且它這個蝦頭裡面還有我們自己煮蝦子所會有的顏色 因為畢竟我們吃過很多的蜘蛛餐來說 他們大多都是進那種冷凍熟白蝦 可是它這個啊應該是他們自己煮出來的 我覺得這就是另外一種誠意的部分 搭配上他們自己所準備的五味醬 我覺得它這個非常棒耶 沒有想到它這個螃蟹沒有任何的驚喜 我咬下去的時候它有噴出跟海水一樣鹹的湯汁啊 我是覺得它這個外殼顏色比較淺的螃蟹啊 它味道還是正常的感覺 但它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那至於今天吃這個蟹棒的部分啊 我有準備了螃蟹工具組 這現在是柯花魷魚 這魷魚口感還蠻Q彈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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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這應該是炸魚塊吧 那這個應該是牛肉捲餅吧 它餅都已經放到乾掉了 來吧 我們趕快喝個鳳梨啤酒 吸吸嘴巴 不過OK啦 我相信剛剛應該只是特例而已吧 這應該是烤雞翅吧 來吧 各位 敬你們 它這個油雞它的表面灑滿了黑胡椒鹽 雞皮的香味跟黑胡椒搭配在一起 我覺得這還不錯 這是 蚵仔 雞腿的部分 不會是魚肚吧 它這塊咬起來特別有脂肪耶 好脆喔 好搭啦 接下來我們來吃藥燉排骨 它這個當歸味非常的濃郁耶 那各位啊 我們已經吃完第一回合的料理了 那我們就去拿第二回合的料理吧 我們就 random了 Op個遊戲 來了 麵子 rang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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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